那咱们继续 接着昨天的内容 昨天刚才那个男同学他问我 什么叫世青世路制度 事为给解释 世青就是世世代代 做官 世路就是世世代代享受俸禄 他等于 基本上是从 夏朝开始 到三代 就是到春秋 到春秋时期 都是这样 到秦国商量变法 讲义军功 这才有了变化 这个说几句题外的 就你看咱们中国的 封建社会 就是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 如果有的话 就是说现在当然他有的人认为 就是不能用那个五种社会形态 说套用中国 就说就算就是中国的传统社会 封建社会 时间延续的非常长 好几千年 是吧 然后推翻这个封建社会的这个 呃 道路呢 非常漫长 很很不容易 是吧 反过来 大家因为学过这个 呃 上册书 是吧 学过这个第一册书 是吧 那么大家知道像 法国也好 日本也好 啊 像这些国家搞这种 欧洲啊 日本呢 他这个搞这个资产阶级革命 很容易就成功 是吧 很容易就封建统治者就被推翻 为什么中国这么漫长 是吧 这就跟咱们中国的这个 呃 选选举官员的制度 是有密切的 关系的 我们的这个 咱们前面 昨天就给大家讲 那个我们选官是靠 后来是靠什么制度 选官 科举制 一千多年 对吧 你要想当官 不用造反 干嘛 读书啊 对吧 读书考试啊 尤其宋朝以后 那科举考试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了 唐朝的科举考试 它是有限制的 呃 这个白平子弟不行 那就是你们家必须得有人做官的 你才能参加科举 当宋朝以后呢 就是什么人都可以 到明朝的时候 像那科举考试的 中举的人 百分之六十以上 是就是前一代是没有公民 那就是普通百姓人家的孩子 就中举 做官 那你做了官之后 你不就进入什么阶层了 用我们现在的话讲 就是你等于就进入到这个统治阶层了 对吧 那所以你 你就说你进入到统治阶层 并不难 你通过读书科举 就可以进来 不用非得干嘛呀 造反 对吧 但是我们看那个 法国也好 日本也好 它的这个体制跟中国完全是不一样的 欧洲国家跟中国的体制完全不一样 欧洲国家的官员是怎么样的 是选举的吗 日本是选举的吗 不是 他是世袭的 对吧 他是世袭的 就像咱们夏昌州三代这样 他是世袭的 所以他是世袭的官员 对吧 你再有钱 你也成为不了贵族 对吧 你也成为不了贵族 你也没有政治地位 所以的话 你要是想获得政治地位 你就得把这个制度给怎么样 推翻 对吧 推翻 所以他那个制度 为什么这么容易被推翻 中国为什么这么难 道理在这 是吧 你看咱们中国有钱 到后来 你看电视里一眼 什么同仁堂也好 什么山西的晋商也好 他们家有钱 他就可以干嘛 买个官吧 对吧 虽然这个官可能是不涨实权的 但是他人家也四品金堂 也穿上顶带花绫子 戴上顶带花绫子 穿上 人家人家去人五人六了 也显微显微 他可以买个官座呀 捐个官座呀 当然这在欧洲的话 这不可能的 在日本也不可能 也不可能 所以他这跟 跟咱两个不同的地方 他这个官员的 选取制度的差别 是有关的 这就是说 是清是录制度 怎么回事 欧洲和日本 一直就是这样 是清是录 日本全方位的 唐朝开始 全方位的仿照中国 有两个东西他没学 他说 一个是科举 一个是宦官 这两个东西他没学 当然没学换换是好事 没学科举 没学科举制度 所以他这个 这是我们讲的 说唐朝的时候 中央三省六部 地方后来出现了 藩镇割据 这个藩镇割据 就割据到了 什么程度呢 唐朝在公元907年 被节度使朱温 给灭掉了 然后朱温就建立了 梁 后来呢 17年之后 被后唐代替 后唐被后晋代替 后晋被后汉代替 后汉被后州代替 梁唐进汉州 五个朝代 称为五代 是吧 同时 这五代主要是在黄河流域 后唐定都洛阳 剩下四个定都开封 那是在黄河流域 南方 先后出现了九个割据政权 加上北方的北汉 这位称为十国 五代十国 五代五个朝代 一共五十三年 是吧 一共五十三年 最长的后梁 就是朱温的后梁 十七年 最短的后汉 四年 是吧 我们看一共五十三年 汉五帝好像在位是五十七年 是吧 是五十七年 这个清圣祖康熙皇帝是六十年 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 乾隆皇帝要算上太上皇 是六十三年 是吧 所以这个太平时节 一个太平天子在位就能这么多年 他这好五个朝代 可见这政局之混乱 五代也好 十国也罢 他的这个领导人 每一个朝代的这个 就是他的第一代开国君主 基本上都是前一代的什么 这个翻针 就是他手里有什么 他才能当皇帝 手里有什么 他才能当皇帝 手里有这个 就是兵权 所以当时有一个节度史 他就公开就讲这种话 说这个天子宁有种焰 兵强马壮者为之 是吧 谁能当皇啊 这是五代的时候 成德军节度史安仲荣 他就这么讲 兵强马壮者为之 是吧 谁胳膊粗 谁就是老大 谁全都大 谁是老大 是吧 所以当那个后来 赵匡印 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 建立了北宋之后 赵匡印就要改变这种局面 就是跟我们讲 那个隋文帝杨坚 他做了宰相 他就篡了这个权 建立了隋 是吧 所以他就要改变宰相权力过大的局面 那么赵匡印作为一个武将 他篡了权 他就要改变武将权力过大的局面 所以在这个宋朝的中央和地方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变化 出现这样一些变化 所以我们首先来讲 下一个王朝就是北宋 就是宋朝吧 咱就把国王的北宋还是南宋 宋朝 宋朝 中央 地方 然后选官 选官其实就还是科举制 它的科举制有了变化 有了一些变化 这个在中央 在中央 削弱项权 项权在这个唐朝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怎么样啊 够弱的了 已经够弱的了 这个在宋朝进一步给怎么样啊 削弱 那这个内容呢 是这个阅禄版的教材啊 讲的比较详细 是吧 讲的比较详细 是吧 人教版的呢 讲的不够详细 那所以咱们按阅禄版稍微补充一下 是吧 第一个他削弱项权 削弱项权 他怎么削弱这个项权呢 就是丞相之下 丞相之下设立参之正式 作为副相 丞相之下设立参之正式 作为副相 这个参之正式作为副相 而这个参之正式的头衔啊 就有点像那个 咱们前面讲过 唐朝的那个同中书门下三品 它是那种临时性的 任何人都可以参之正式 大家知道 就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改革家叫王安石 听说过这个人吗 王安石就是以江宁知府的身份 金陵知府参之正式 知府就可以做宰相 然后把那弦给他一摘 还回去做知府 他就可以参之正式 作为副宰相 咱们讲过 唐朝都是宰相是一个吗 不是 他本身就一堆了 一窝了 一窝了 现在就好 就就就 一屋子搁不下了 那现在这个 参之正式 是吧 然后设立疏密使 管军事 设立疏密使 这个疏密使 应该相当于咱们今天的中央军委吧 是吧 他是管军事 指挥军队的 指挥军队的 设立三思使 管财政 管财政 等于这样一来的话 宰相 现在多了一堆副相 又多了一个管军事的 又多了一个管财政的 这个宰相叫做东相 那因为他的办公的雅蜀啊 在东边 都唐在东相 疏密使叫西相 三思使叫济相 因为他是主管国家的这个 税收啊 考济啊 是吧 就这样 济相 等于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相权就更加怎么样啊 就衰落了 那更加衰落 就是不算什么了 可以讲 不算什么 给削弱到这种 这种程度了 相权衰落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 咱们阅禄版的教材 他有一个 补充一段材料 知识补充 他讲了这么一个内容 就是说 不同的这个朝代 那你从这个 臣子建军的礼仪上 就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 呃 就是相权在越来的 越 弱 就臣权越来越弱 君权越来越尊 是吧 呃 宋朝以前 君臣坐而论道 是吧 就是大臣和皇帝都坐的 那 当然那个坐呢 很不舒服 他实际上是怎么着 在地上那种 就是贵的 是吧 在地上贵的 就是这个 呃 呃 等于就是把 把这屁股割刺脚后跟上 啊 就弄不着 弄不着 啊 君臣坐而论道 因为都是席地而坐嘛 是吧 坐而论道 都是那样 啊 只不过皇上 他是坐在这个 哎 高坛上 啊 坐在高坛 那个 中央台拍的那汉武大帝 那个片子 哎 有点符合历史的真实 是吧 他说 你看那个 原来的那个什么 呃 就是那个 那个 中央台那老三国演义 是吧 就那个八十多级 那个 那就不对啊 他那都是站着 说大臣们都站着 不是 那会儿都是席地而坐 进门都坐着 你能铺着席子 你给踩脏来 都是坐着 是吧 然后这个 呃 到了这个 宋朝 这个高桌大椅 开始使用了 啊 这桌椅开始使用了 所以这个皇上 他就觉得 你说我坐着 你们也都坐着 这体现不出 皇室的威严来 怎么办呢 有一次 上朝 这个宰相范至呢 像跟皇上奏事 拿着一瓶 拿着一个文书 那我跟您说 汇报一下 什么什么事 所以皇上说啊 我眼睛不好使 看不见 你给我拿到前面来 这个范至就拿到皇上的 这楼梳案前 最后范至一站起来 这个太监就把他的椅子 给撤走 给拿走了 是吧 等范至一回来一看 没有椅子了 没椅子 这当在皇上那边 你不能嚷嚷啊 谁给我椅子拿走了 给我送回来 你不能嚷嚷吧 所以范至就只能跟那站着 范至一跟那站着 其他的人就怎么样啊 全站起来了 宰相站着呢 你说你没他官大 你舔个大脸坐着 合适吗 都站起来了 这一都站起来 第二天 这个再一上朝 这个椅子就怎么样 全没了 所以以后咱就干嘛啊 就都站着吧 都站着吧 另外大家注意看 这个你看 包括一些电视剧里 什么都演的那个 就是宋朝的官员的帽子的刺 非常长 对吧 唐朝的时候啊 那个帽刺是软的 就跟头巾似的 系统搭了下来的 你看唐朝那个 皇帝戴的那个 原来那东西叫葡萄 它就是头巾 是搭了下来的 宋朝那位那么老长 你让那大臣都站着 太祖皇帝上朝 他发现那大臣在底下 焦头接耳 你们说什么呢 没法 我们夸您呢 你说怎么办 所以我干脆给你把这个帽子 那刺儿给弄硬了 铁丝弄 发层漆 这么老长 你们焦头接耳 啪戳对方嘴上 你官越大 这刺儿越长 我估计宰相那个 好 恨不得就得 进门得侧着进来 要不砍门框 你从这礼籍上 您看出来 这个宋朝皇帝还算是 宅亲人后 中国历史上 文人 知识分子 最幸福的时代 就是两宋 最幸福的时代 就是两宋 宋朝皇帝 宅亲人后 还想个招 我还想个招 怎么让你 别站着 别坐 让你站着 到了明清 尤其明朝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 最恐怖 最腐朽 最血腥的王朝 贼王八出身的朱元璋 他可不讲那一套 都够贵的 都够贵的 今天上朝 上多少天朝 你够贵的 上多少天朝 你够贵的 清朝也是 你够贵的 所以官员上朝 都得带着护垫 护膝 带着那 护膝 跟着贵的 今天皇上召见你 皇上特喜欢你 召见六个钟头 您就跟着贵六个钟头 所以清朝是有过 这种大臣贵死的事发生 臣子也老点 八十多了 八十年赶紧退休完了 结果赶上就那种 什么皇上生日 就那种大大朝会 时间很长 大点时间很长 贵贵 光一脑 这怎么缺血了 那怎么着 就完了 所以一般来讲 说皇帝体恤老臣 你跟着贵着的话 次粘垫 宫里又没暖气 你看 多冷 那会儿的北京 可比现在冷多了 次粘垫 给你个垫子 你跟着贵着 要是那种年轻一点的 那种大臣什么的 那就跟地上的金砖 冰冰凉凉的 你就那么贵着 你就那么贵着 给皇上磕头的话 你磕出响来 皇上爱听 结果太监在养亲殿里面 动手脚 有一块砖底下是空的 你第一次见皇上的时候 你得给他行贿 他就把你带到空砖那磕头 一磕 帮帮响 皇上爱听 你要不给他行贿 就给你带到最磁势的那磕 磕死你也不想 磕死你也不想 所以这个 你从这上面 你能看出来 中国古代是皇权越来越尊 臣权怎么样 越来越卑 越来越卑 你们学那个古希腊古罗马法 古罗马 东罗马帝国 查史丁尼法典 七世纪 相当于咱们中国唐朝 人家就说在法律面前 人人都是平等的 所以人家没有像中国这种 绝对的君主专制 像咱们这皇上 简直就是 说杀了就杀了成那种感觉 他那是不可能存在的 是不可能存在的 是吧 所以这个 不得了啊 皇权越来越尊 臣权越来越卑 所以从宋朝就开始 这么一下就把相权就给削弱了 当然他削弱相权不是最关键 他最关键他怕谁造反啊 就是怕 一个是怕地方 再一个他是怕将领造反 对吧 所以他不但削弱相权 最关键的他是加强军权 他是加强军权 怎么加强军权呢 北宋的军队啊 分成这么几种 分成这么几种 进军 乡军 乡兵 翻兵 北宋的军队分成这么几种 进军 乡军 是吧 这个乡兵 乡兵 进军 不是进卫军 进军是正规军 就相当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对吧 就是进军 相当于正规军 是吧 然后乡军 就是地方武装 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这个 武警公安 是吧 就是什么捕盗的这种 是吧 强盗的是吧 然后什么城管 干这了应该是 是吧 没有什么战斗力 是吧 那乡兵那就是民兵了 更没战斗力了 是吧 一年十二个月 十一个半月扛土豆 更没有战斗力 就是乡兵 然后这个 翻兵呢 就是在边境上 雇的一些少数民族 这个部队不常见 不常见 真正有战斗力的 就是什么人啊 进军 所以他把军队 集中到进军 集中到进军的这个手里 北宋开国的时候 军队是37万 进军二十万 十万人驻守京师 十万人驻守地方 是吧 所以这个驻守边疆 是吧 所以他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军队 就军权集中在皇帝手里了 原来进军统帅 原来的进军统帅 叫做电前都典检 赵匡印就是这个官 所以呢 他才能够造反 是吧 夺了这个周朝的江山 是吧 电前都典检 就相当于这个 进军的总司令 相当于解放军总司令 那电前都典检 赵匡印当了皇帝之后 这个职务就不再设了 他把总司令 由一个分成了仨 电前都指挥使司 都指挥使 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 侍卫亲军部军都指挥使司 等于这样一来的话 总司令由一个变成了 仨 你想造反就怎么样 不可能了 那就不可能了 然后他把地方的精壮 地方的精壮 全部编入到进军 地方就剩下一帮 老弱病财 是吧 连那个 连那小汤饭都比他跑得快 追那小汤饭能追死 就剩这么一帮人 是吧 所以你看 这个少数民族 跟这个 北宋打仗 尤其是 对 尤其是北宋的时候 少数民族跟北宋打仗 只要一突破边境 肯定就能打到哪来 就是精师 对吧 这怎么回事 那你这地方怎么回事 地方全是这个 他能挡得住谁 你想想 是吧 你能挡得住谁 那小偷都追不着的人 你能挡得住谁 可不是人家只要一突破边境 快就打到精师去 所以北宋 动不动就要进行精师的保围战 是吧 他能老保围的老仗老打到这儿来 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这个重要原因吧 所以他加强这个军权 另外就是在宋朝是典型的众文清 哇 你要在宋朝做一个文官 哇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太祖皇帝驾崩之后 在宫里立了一块碑 在这个密殿里边 只有每一个接班人 才可以看这个碑 这碑上呢 刻着三条 第一个就要后代柴氏子孙 因为他的江山是从后州柴氏那夺的 所以后代柴氏子孙 这是第一条 要不说北宋皇帝宅心仁厚呢 一般我窜了全 我要把前朝的人给怎么样 斩尽杀绝 是吧 他这是后代柴氏子孙 第二条呢 就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士者 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士者 你认得字 你是读书人 你在北宋没有死罪 你在两宋没有死罪 两宋三百二十年 只杀过两个大臣 一个是岳飞 一个是张邦昌 是吧 张邦昌是因为 靖康之变之后建立唯储政权 所以后来就被杀了 名正典型 是吧 岳飞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千古其冤 是吧 就杀过这么两个一品大员 一品大员 岳飞还不是文官 岳飞还不是文官 是吧 所以北宋就是你读书的 你就没死刑 是吧 你这个给皇帝上书言士的 你骂皇上 放心 没死刑 是吧 没有死刑 所以你北宋人都是不怕死 敢骂皇上 多新鲜 没死刑 哥明朝你骂一试试 没人跟那时候敢说我敢骂皇上 那明朝皇上一个个都是黑社会老大 这种感觉 都臭流氓的 明朝那帮皇帝 你骂我一试试 所以有人说 汉唐在中国历史上是可敬的 其实也没什么可敬的 汉朝唐朝 有什么可敬吗 咱们现在叫汉族 唐人街 说汉唐很可敬 汉武雄徒宰史篇 长城万里进封烟 倒霉的都是老百姓 对吧 说汉唐是可敬的 明清是可怕的 你生活在明清 你惨了 你那条命了 蝼蚁都不值 两宋是可爱的 宋朝是最可爱的王朝 可爱的王朝 各个阶层活的都不错 第三一条 他就是永不加富 不要再增加百姓的田赋负担 当然这头两条 北宋做的不错 宋朝做的不错 那不增富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北宋的文官非常好 武将可就怎么样 可就惨了 可就惨了 你们看水浒传 林冲 八十万进军教头 对吧 然后让高求给耍成那样 这八十万进军教头 怎么能让高求耍成那样呢 你以为八十万进军教头 是中国人民挺好军武术总教练吗 不是 八十万进军有多少个教头啊 五千七百多个 是吧 五千七百多个 教头上边是都教头 都教头上边是渝侯 渝侯上边都渝侯 指挥使 都指挥使 到都指挥使 正五品 你说那教头是几品官 是吧 这教头好像正八品 是吧 那就是说这个连排级干部嘛 是吧 连排级干部嘛 你想想 太位是武官的最高职 人家发配你个小连掌 小牌掌 那不玩似的吗 那不玩似的吗 所以他是这么一个感觉 是吧 你要是在战场上 一刀一枪的拼功名 你最高 了不起了 你最高 郑无品 是吧 郑无品 是吧 所以你这个东西 就是非常的没意思了 非常没意思了 是吧 你像那个 什么岳飞啊 韩世忠啊 你们听那什么 那个评书里边讲 什么怎么跟金 完颜勿主打仗 怎么跟金勿主打仗 然后怎么怎么 获得这不适的战功 那个时候岳飞 韩世忠 也就是个四品官 也就是四品官 他们的对手 像这个完颜勿主 就是咱们讲的金勿主 完颜勿主 人家是什么 梁王都元帅 是吧 封王爵 皇上的叔叔 梁王都元帅 都不知道什么品 超品 可能都 那时候岳飞 岳飞到死 是个疏密副使 还没熬上证 是个疏密副使 这就不得了了 武将能做到 做到这个 这一边都是文官来担任 所以北宋 为什么军队老打败仗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他谁指挥军队啊 文官 文官他不会指挥军队啊 你想文官哪会指挥军队啊 是吧 不会指挥军队 所以他打仗 就凭皇上给他镇图 皇上事先 一帮参谋 看着地图给画 画好了镇图 凭这打仗 怎么扎营 怎么作战 皇上都跟你说好了 等这个将领到了前线 打开镇图就傻眼了 皇上让我扎营那地方 这河里啊 地图这一百多年 那山川改道了 这怎么扎营 这不就完了吗 所以他集中军权 也就是北宋 就不指望这军队干嘛 打谁 就抵御外敌 对吧 我就 我这对军队的最高要求 就是你别造反正完了 对吧 我不指望你抵御外敌 对吧 后来为了防止这个士兵逃亡啊 这武人的地位太低了 当兵的不爱干 有的兵逃亡 怎么办呢 给这兵脸上刺字 什么人脸上才刺字啊 犯人嘛 对吧 这个都好 这兵脸上刺字 那第八团 第一营 第二连 三排 你刺脸上 你这玩意儿 这应该可可奸章着了 你刺脸上 你这什么感觉 好难不当兵 好铁不打兵 那个时候就开始 就是中国人鄙视 这个当兵的那种 你到了近代以来 你先甭说你科技落后 这都甭说 你就对军人职业的那种歧视 你跟欧洲能比吗 欧洲人家从来 皇室都是穿什么的 军装的 对吧 都是穿军装的 人家上武 可不然人打你 两三千人 打得你落花流水 你能乌合之众 管什么 你瞧不起军人这个职业 人家是非常重视这个职业 你们学那个 德意志帝国宪法 谁统一德意志帝国啊 谁统一的 对德国统一功劳最大的是 匹斯曼 匹斯曼 匹斯曼那么大的功劳 那么大的功劳 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自己不是军人 按说他指挥千军万马 什么毛旗元帅 都得听他的 他说让打才能打呢 但是他就是 他就是遗憾 不是军人 所以在他七十岁生日里边 是什么时候 国王 就皇帝给了这一份后礼 任命他为后辈役禁卫军少将 少将是 是这个 将官当中最低的一级 最低的一级 当然欧美国家还有准将 反正德国少将是最低一级 任命他为后辈役禁卫军少将 哎呀 这匹斯曼就感动得不得了 到死川那身少将之福 对吧 那元帅都听你的了 你何必非得 要这军衔 而不过得是军人 他感到光荣 对吧 他感到光荣 所以这个 做中国就不行了 你这军权就被削弱 对吧 军权就被削弱了 对吧 这是我们说的 北宋那个 在中央怎么干的 在中央怎么干的 这个阅禄版的教材 讲的是比较详细的 讲的比较详细 就是像这个 什么这个书密使啊 三思使啊 参之正事啊 殿前司啊 他都讲了 都讲了 这个 咱们这个人教版的 这个呢 没怎么特别讲 没怎么特别讲 所以这简单补充一下 那么在地方上 地方上 文官做支州 文官做支州 然后这个 他这里边还讲了一个 一个财政啊 文官做支州 然后他这个 没提这个词 宋朝设立转运使 就是财政上交 财政上交 那你地方上没钱 你没兵 你没权 什么都没有 那什么都没有 文官做支州 文官的权力很大 支州的权力很大 所以有人就劝这个 宋太祖啊 说你给他这个 给这个文官 这么大的权力啊 他贪污怎么办 宋太祖说 一百个文臣贪污 也不如一个武将造反 对国家的危害大 所以您愿意贪 您就贪 结果是 是神宗皇帝啊 是谁啊 在位的时候 就有一个文臣贪污 然后神宗皇帝说 这个这个人贪污数额巨大 是吧 这个你应该杀 杀头 明正典型 结果底下大臣就反对 说祖宗家法 不能杀士大夫 是吧 这个他 他是文臣 他就科举功名 中国进士 贪污也不能杀 皇上说那流放 流放也不行 是可杀是不可辱 你流放侮辱他 流放也不行 那怎么办 放了他 给皇上气的 是吧 他贪污没事 就因为他是文臣 就没事 贪污就没事 是吧 皇上说 快意识 我一件也做不得 大臣说 如此快意识 不做也罢 是吧 不做也罢 宋朝皇上 就说摘心仁后 如此快意识 不做也罢 是吧 你看跟文臣 是什么态度 你看跟武将 是什么态度 岳飞为什么必须得死 岳飞是什么人 武将 对吧 岳飞是武将 是吧 你武将的话 你立了这么大的战功 你连金军都能打败 那你要篡权造反 那不是玩似的吗 是吧 所以你必须得死 必须得把岳飞杀了 搁谁是宋朝皇帝 得杀了岳飞 是吧 那总比你造反强吧 是吧 我就是跟金国弹劾 我还有半壁江山 万一你造了反 我什么都没有了 是吧 岳飞的部队 不被称为岳家军吗 麻烦了 岳家军 这成你们家私人武装啊 是吧 这不麻烦了吗 那军队应该是赵家军吗 你怎么变成岳家军队 是吧 所以他这个宋朝的这个文武书图啊 这种表现啊 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是吧 另外这个宋朝的这个科举制度呢 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宋朝的科举制度 就说 他这个里边应该讲了 岳露版和人教版是哪个讲了 那是人教版讲了 岳露版没讲 人教版的讲了 人教版的讲了 他这个科举制度 那在这个时候 就宋朝的这个科举 科举制 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啊 就是名额增加了 那就是说 他录取的名额增加 他录取的名额增加了 这是他一个最大的特点 那录取的名额是增加了 宋太宗在位二十多年 录取的近视就超过了唐朝三百年的总和 他就录了这么多人 唐朝一科录个三四十 他一科录五六百 是吧 然后他在位这二十多年 几乎年年 开科取士 应该是三年一考 对吧 跟咱今年高考 跟咱高考不一样 咱高考是年年考 他是三年一考 所以他经常找借口 我过生日 我高兴今年 开恩科考一回 明年我妈生日 再开恩科考一回 好年生了儿子 再开恩科考一回 反正他老弄这事考 他二十多年 几乎年年考 一年五六百 这二十多年就一万多 你想比唐朝三百年都多 唐朝三百年都多 唐朝三年考一回 三百年考一百回 一回三四十 三四千 他这可倒好 二十多年就录了这么多人 你录了这么多 你得给什么做 给官做 你现在官本来就淤了 北宋的官太多了 对吧 丞相 又来一堆参知政事 又愣一书密使管军事 那兵不上书干什么 俩人扯皮 谁都不干 你三思使管财政 那户不上书干什么 扯皮 所以宋朝的官 他爱着中国力 让官都涌烂 宋朝 而且宋朝后代世人 宋朝对知识分子好 知识分子幸福的时代 后代世人 工资高的 宋朝的丞相 年薪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三百万人民币 一年 三百万人民币 是当时北宋 两万四千亩土地的总收入 就他一年的工资 这是工资 还不算什么奖金 黄老味 还赏点 然后您再利用特权 在那什么点 生活到简直 你富裕到什么程度 就北宋所有的名臣 北宋所有的名臣 你看家里的生活都相当的棒 都是纵情声色的那种人 你包括他年轻时候多苦 包括什么欧阳修 什么这些人 你长大的时候都花着了 因为他扣准 都这样 生活非常奢侈 因为他前世代怎么样 太多了 你就岳飞 穷穷穷穷穷 电农出身 穷 整天打仗 朝他们家都还四千多亩地呢 朝他们家还四千多亩地呢 也没有说 像那种 穷到那个什么 像清朝有那大臣穷的 死后都没钱买官 没有 北宋 宋朝没有这人 不可能 不可能 他这个 这样一来 你造成了什么呢 为什么说北宋 鸡贫鸡弱 说这两宋 鸡贫鸡弱 宋朝的GDP占世界的百分之八十 比唐朝有钱 占世界的百分之八十 这个明朝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北宋的十分之一 南宋的六分之一 清朝直到二十世纪初八国联军破北京的时候 他的财政收入才能达到北宋的水平 达到六百年前北宋的水平 北宋太有钱了 宋朝太有钱了 可是为什么给人留意印象 说北宋鸡贫鸡弱 是吧 他那钱都干嘛了 养官养兵 养官养兵的钱 占到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 官奉军费占百分之八十 你看他可不说皇上干什么都没钱了 宋朝皇上挺可怜的 修坟都没钱 是吧 每个朝代都是皇上一登基就开始给自私修坟 秦始皇十三岁登基就开始修坟 是吧 他不死 这坟不能完工 是吧 这坟完工就麻烦了 是吧 完工您入住吧 您不麻烦了吗 是吧 所以他只要不死 这坟不能完工 几十年就这么修的 康熙爷八岁登基 六十九岁驾崩 这坟修多少年 那得什么工程啊 那得什么工程 北宋是皇上活着的时候不许修坟 不许修 是吧 皇上一燕气开始修 七个月必须完工 不是皇上忘了 七个月必须完工 所以北宋皇陵啊 都非常的这种简陋 今天你到河南拱县 你看是所谓的七帝八陵 这样一个大土堆 那种东西 是吧 很简陋 跟那个 不说跟汉唐的那种 殷山为陵 那气势没法比 跟明清也没法比 是吧 也没法比 是吧 所以他这个 这个宋朝的这个 给他为什么积贫积弱 那就是因为他这个太注重 这个专权的这个问题 所以给这个地方啊 就是余地太小 余地太小 是吧 所以他这个造成了 这种局面 因此宋朝在少数民族的进攻下 一败再败 两宋都是被少数民族给灭了 是吧 大家和我们后边这个 第三册书 就是讲思想文化 要讲那个宋明理学 是吧 这个理学大师朱熹 他总结这个宋朝灭亡 北宋灭亡教训 他就这么说 说本朝建五代 藩镇之弊 遂尽夺藩镇之权 兵也收了 财也收了 赏伐行政一起收了 这也都是大白话 你看古人说话也大白话 赏伐行政一起收了 周郡遂日旧困弱 所以这地方就越来越困弱 静康之意 鲁迹所过 莫不溃散 所以等到这个 人家少数民族一进攻 这地方上想抵抗 没兵 想招兵 没权 有了权了 没钱 所以你地方怎么着也不行 所以你没法巩卫中央 巩卫首都 最后周郡日旧困弱 造成了两宋 都是被少数民族政权给灭掉 那么灭了宋之后的政权是谁呢 元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王朝 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王朝 元朝呢 他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 所以他怎么来进行统治呢 他怎么进行统治呢 他是在中央 他是在中央设置了中书省 他废除了这个三省 他在中央只设立中书省 在中央设立中书省 在地方设立行中书省 简称行省 再简称就是省 再简称就是省 对吧 所以直到今天 中国地方的最高一级行政机构叫省 那就从哪朝来的呢 元朝 元朝 省是行省的简称 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 对吧 你看那个日本今天 他的内阁各部叫省嘛 对吧 防卫省 他这个省是省的真 真正的含义 是吧 就三省六部 那个省的含义 是吧 所以咱们这个省呢 它实际上是隐身了 从元朝隐身的意义来了 是吧 也就是元朝三省变成了几个省啊 一个省 是吧 这样一来的话呢 他这个一个省的话 就是中书省设右左丞相 是吧 然后平章正式 参知正式 右左丞 丞相虽然也是一堆 但是他什么事都是这个中书省管 相对而言 相权就怎么样啊 就就过大了 对吧 过大了 所以元朝经常出现那种 奸相权臣 那元朝 统治中国一共九十年 是吧 一共九十年 十二个皇帝 证明他这个政权怎么样啊 非常非常 不稳 他这十二个皇帝特别有意思 第一个皇帝 世祖忽必烈 再位三十年 最后一个皇帝 皇帝顺帝托欢贴摩 再位三十年 中间三十年 十个皇上 是吧 十个皇上 可见这些皇上一般都是怎么着啊 非正常死亡 是吧 全臣背出 什么博言 什么燕贴摩 是吧 也孙贴摩 这些全臣背出 是吧 也孙贴出 蒙古人都爱叫这些贴摩 好像脱脱了 这哈麻了 这些全臣 等于他内部倾压 促使元朝早亡 是吧 这红金军都造反了 他那还自己打自己 促使他这个早亡 是吧 所以你可想而知 这个元朝他不会玩 那他等于这玩砸了 但是他在地方玩的不错 是吧 元朝疆域辽阔 辽阔到什么程度 史书记载啊 说这个元朝的这个地盘 是吧 这个史书上是这么说的 因为咱们中国人 其实对地理概念 也比较这个 呃 就掌握得不是特别好 把你咱们的 说这个元朝的疆域 东晋辽佐 东晋辽佐 西极流沙 北渔阴山 南越海表 东晋辽佐 西极流沙 北渔阴山 南越海表 是吧 东晋辽佐 一直到辽东啊 其实一直到哪呢 一直到这个 到白岭海峡 今天俄罗斯跟美国交界的地方 到白岭海峡 能看见艾斯基摩人 东晋辽佐 西极流沙 到今天的甘肃那边 甘肃那边 北渔阴山 阴山的内蒙啊 是吧 谁像元朝 最往北 北到哪 北到北极圈嘛 在元朝的领土上 能看见北极熊吗 是吧 北极圈 你今天那个 今天那个俄罗斯远东 那个勒纳河 厄碧河 是吧 叶尼塞河 全在中国境内嘛 当时 临北行省所管 南越海表 就到什么 那个南沙群岛啊 那些地方了 所以据估计元朝的面积 将于在它极盛的时候 有两千万平方公里 是吧 两千万平方公里 那就跟解体前的苏联差不多大了 是吧 今天俄罗斯是世界第一 一千七百零七万嘛 是吧 就是元朝比他还大 是吧 比他还大 是吧 所以这么辽阔的疆域 他怎么进行管辖 他设立了十个行省 十个行省 除了今天的河北 山东山西 归中枢省直辖 剩下的地方 就设立了十个行省 设立了十个行省 是吧 来进行这个管辖 而且元朝的行省制啊 对后世的影响 深远在什么地方呢 原来 咱们中国划分地方的行政 是以山川行变为主 山川行变为主 什么意思呢 你不说咱们两个地儿交界 咱是怎么画 按什么画 山东山西 对吧 河南河北 湖南湖北 淮东淮西 咱都是这么画 是吧 能明白这个吗 这么画 山东山西 以山为界 应该是太行山吧 河南河北 黄河为界 淮东淮西 淮水为界 湖南湖北 洞庭湖为界 以山川行变 来画 等元朝征服了这个中原地区 征服了南方地区 他一看这么画不行 为什么这么画不行呢 你这个比如说湖南跟湖北 民风就完全怎么样 不一样 就你太容易搞什么 搞内部独立 对吧 搞独立 搞歌剧 你太容易搞歌剧了 因为咱湖南人 湖南人咱心都一样齐 咱们风俗也相近 咱跟湖北人不一样 那跟他们干 太容易搞独立 所以怎么办呢 元朝就故意 不以山川行变 划分 就把这个民俗 语言 甚至什么完全不同的 俩地方 墙给你捏了一块 做一个行程 后来的 等我是明啊 清啊 基本的都开始 就这样继承下来了 对吧 就这样继承 你看你看 你看再看今天 山东山西 中间隔哪山 中间跟河北呢 中间差一河北呢 对吧 湖南湖北 是以洞庭湖为界吗 不是 对吧 淮东淮西 没这词了 早就 对吧 早就没这词了 是吧 早就没这词了 是吧 所以他这个 江南江西 原来这么划分吧 你江西省 那有没有江东省啊 原来叫江南 江东就是江南吗 对吧 现在都没有了 对吧 都没有了 是吧 所以他这么给划分 这样一来的话 对这个后来的影响 非常深远 而且台湾和西藏 正式归属中国版图 也是在这个元朝 像我 我小时候学历史的时候 那历史书上说是 文成公主到吐蕃去 嫁到吐蕃 那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那你太扯淡了 对吧 你嫁一公主 那就是你一部分 对吧 那你嫁日本 那还成日本 还成你一部分 对吧 没有这么玩了 那个时候吐蕃人 就是一个独立国家 跟唐朝打了好几回仗 攻陷长安好几回呢 是吧 他就是一个独立国家 是吧 什么时候开始归属中华版图 元朝 设立宣政院管辖那个地方 台湾也是 台湾是咱们设立这个 澎湖巡检司 管辖台湾 这开始归属中国 但是彭湖巡检司 是在澎湖嘛 也不是在台湾岛上 也不是在台湾岛上 所以你看那个台湾的乡土教材 当然就咱们认为 他的乡土教材 是有宣扬台独的嫌疑 是吧 他叫认识台湾 他的乡土教材 叫认识台湾 第一课 美丽的宝岛 福尔摩萨 福尔摩萨 太平洋上有一个岛 从来没人认的 上面没人 没什么人去 葡萄牙航海峡 发现了他 给他命名为福尔摩萨 这是葡萄牙人 发现了台湾 咱们干啥扯 我们元朝就管辖台湾了 当然元朝 可能管的还是比较松 可能若干年上岛 看看 他不是那种直辖 真正在台湾岛上 开始设立管辖机构的 那还是才清朝 他开始了 清朝他开始设台湾府 后来设台湾省 他开始设立管辖机构 好 这是我们说的 元朝 元朝 然后就到了明朝 这个明朝可就太那个了 就到了明朝了 明朝 我看看是不是两个地方都讲了 都讲了 都讲了 好 那咱们就讲明朝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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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个 特点 那特点 首先第一个在中央 废了什么呀 丞相 全分六部 这个六部等于等于只属于皇帝 那直接属于皇帝了 那废丞相 全分六部 这个其实啊 这个跟元朝不会玩有关 你要原来那三省六部都是相权不至于怎么样啊 太大 结果你弄成这个中书省集权 这个相权就怎么样啊 太大 太大 而且你又在你又赶上这么一皇上 朱元璋 您狠 歹毒 是吧 这个这个刻薄到这个这个极点了 那 这个 这个 贼王八出身的人啊 夺取了政权之后 他一定是实行啊 暴政 是吧 你看历史上的坏蛋 没有一个出身高贵的 是吧 没有一个出身高贵的 你看这坏蛋们 是吧 你看这个 这个什么 什么这个 什么刘邦 是吧 刘邦一上台就杀功臣吧 因为他贼王不出身 是吧 你看朱元璋 是吧 这俩不依天子 什么李自成 红手权 这玩意还没夺天下 就开始杀 就开始杀这个这个 功臣 是吧 没没 你看希特勒 莫索里尼 哪个人受过良好教育 就是说这个 富贵家庭出身 没有 全是这种人 他一夺天下就怎么着 我可有今天了 是吧 我要饭的当皇上 容易吗 是吧 我可有今天了 所以我这个江山 可千万怎么样 不能丢了 是吧 不能丢了 人家见惯了富贵的人 人家也无所谓 是吧 人家也无所谓 你说那个 说什么布什 美国总统布什 贪污 不可能 对吧 人家那个 当总统之前 一年1500万 当那总统40万 你说他 他当总统是为了钱来的吗 对吧 他为了钱来的 那切尼更不得了 4000万原来一年 亨利伯顿老总 一年4000万 当那副总统 20万还是18万 一年 不是为钱来的 对吧 所以他不可能说贪污 他不可能干这 我就为国家做贡献来了 或者有的人 可能就是为了过把瘾 是吧 我当总统过把瘾 是吧 因为我当老总 挣钱多 到国外没给我放礼炮 这到哪都放礼炮 是吧 我就为过把瘾 他可能也有为这个的 但是他绝对不是为钱来的 不是为钱来的 你这些人 鸣鸣狗狗的这帮人一上个台 麻烦了 所以朱元璋他一上台 他就要干嘛 把这些功臣给怎么样 杀掉 是吧 我当皇上的时候 你们不会怎么着 我儿子 我孙子呢 所以他要把这些大功臣 全都给杀掉 红武十三年 借口宰相胡维雍谋反 掀起胡誉 这胡誉一样杀了三万多人 杀了三万多人 开国的这个文臣 屠戮殆尽 他的首席大谋士 太师李善长 七十多岁了 太子的老师 他要把李善长给杀了 说李善长谋反 谋反 结果皇后不吃饭 皇后是很贤明的 马皇后 马大脚 绝食 不吃饭 为老师求情 人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尊重老师 咱那皇家可得好 杀老师 所以我不吃饭 绝食 你说李善长谋反 他七十多了 他谋什么反 他就是谋反当皇 他当几年 中国历史上 活过七十岁的皇帝 一共只有七个 一共只有七个 过八十的是四个 梁武帝 武则天 孙高宗和乾隆 就在四个皇上 过八十了 过七十的 还要看武帝 反正一共就七个 过七十的 累计七人 李善长已经七十多了 你说他谋反 他谋反他干什么 结果皇上说 别的我都听你的 这你甭管 你甭管 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 法场开刀 所以文臣杀光了 然后就要杀武将 借口大将军蓝玉谋反 又干掉一万五千多人 所以这胡兰两玉下来 开国文武 图路殆尽 图路殆尽 全杀光了 全杀光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 他江山坐稳了 江山坐稳了 所以我这个丞相是 干稳了 这个丞相全干掉了 以后丞相再也不立了 后世子孙不得欲立丞相 臣公敢言立相则斩 宫中立的铁牌 这是皇明祖训 这是宪法 皇上给你立了这个宪法 后世子孙谁也不许立丞相 你的大臣要建议你立丞相 你怎么办 宰了他 你看人宋朝皇帝的祖训 不得图路士大夫及尚书言士者 这可倒好 臣公敢言立相者斩 他要告诉你的立丞相 你把他宰了 你看这两个王朝 所以我就特别不明白 原来现在好多了 我小时候 包括我上高中那会儿 咱们只要一拍什么电视剧 就是反清复明 反清复明 然后就是什么 反清的起义 只要反清就是起义 那绝大多数都是叛乱 尤其什么苗民 回民 那就是叛乱 那是什么起义 分裂祖国 只要反清就好样了 太狭隘了 你反清复明 明朝的皇上混蛋到这种程度 你反清复什么名 所以这个 太祖朱元璋就是天下第一号大混蛋 第一号大混蛋 所以他把功臣杀光 成像废了 这个成像废了 这招不过瘾 不过瘾 光废了中央废成像不成 地方还得废 废了什么呀 行省 废了行省 设三司 在地方上 他废行省设三司 废行省设三司 那这个三司 这个内容呢 是咱们这个 这什么讲的 就是这个 月禄版教材讲的 月禄版教材讲的 他设立三司 那这三司是哪三司呢 就是这个 布正司 岸查司和都司 那这你不用记 就你知道 不正司 不正司的全称叫 承宣 不正史司 承宣不正史司 简称叫不正司 今天 香港特区 特首之下 最重要的这个职务 就是不正司 不正司 还是用这个词 不正司 他就是管财政 民政 管财政和民政 然后呢 提刑 按查史司 提刑按查史司 他是管这个 司法和监察 司法和监察 相当于这个 今天司法厅啊 什么什么 法院检察院的 这个提刑按查史司 和都指挥史司 那都指挥史司 都指挥史司 简称都司 管军事 这个费刑省 设三司 那在地方上 那 等于原来 刑省有一个长官 那有一个长官 这个朱元璋认为 这个刑省的长官 权力怎么样啊 太大了 那 省长的权力太大 由一个给变成了什么呀 撒 变成了撒 后来发现 这撒 真的是不好使 正出多门呢 是吧 你 你 你比如说 你像那个 你比如说啊 你就就刚才那个 上节课有同学 就说这问题 你比如说就说 那修水 修水利 是吧 这个公布 要干这件事 你得户布给怎么样啊 拨款 是吧 你像 所以你这样一来的话 你这撒衙门之间 有重叠的部分的 就会形成什么呀 扯皮 推诿 所以后来 在这三思之上 又设立巡抚 是吧 又设立巡抚 当然巡抚在明朝 是一个临时性职务 是吧 然后个别的巡抚之上 又设立总督 到了清朝的总督和巡抚 就固定了 是内地十八个行省 一个省巡抚一人 是吧 然后两个省或三个省 总督一人 清朝一共是八个总督 是吧 直立四川 各管一个省 四川太大 直立太重要 是吧 两江 江苏 江西 安徽 三个省 胡广 两广 敏哲 云贵 闪甘 闪甘 八个总督 等于这官越来怎么样 越多 是吧 总督巡抚 底下还三思 是吧 还三思 是吧 这个承宣布证史司和提刑暗查史司 到后来就成了这个 呃 布证司和这个 就成了布证司和暗查司 成了巡抚的下属了 是吧 在明朝他们还是二品官 到清朝降到三品了 那就成了巡抚的这个下属 等于这官越来越多 对吧 所以朱元璋这么干 啊 你看我多好 是吧 我把丞相废了 后世子孙 不得御立丞相 敢言立相得宅 好 你废了丞相 是吧 六部直接对皇上负责 六部上书 原来都是四品五品 在明朝提升到二品 到清朝听到一品 是吧 这样一来 揍章就来了 淹死你 看吧 看吧 最高纪录 批了三千多件奏章 是吧 你看朱元璋那小子 他又不认得多少字 是吧 他基本上文盲出身 你看朱元璋写的那圣旨啊 那大白话 你今天那个什么 故宫里都有啊 周山群岛 闹贼啊 成窝寇起来就是什么呢 问怎么办 告诉百姓们 准备好刀子 这帮家伙来了 杀了再说 钦辞 是吧 这就是朱元璋的圣旨 是吧 告诉百姓梅 门那会写多美 每天的美吧 告诉百姓梅 准备好刀子 这帮家伙来了 杀了再说 钦辞 是吧 所以您这玩意 呼啦呼啦 几千件奏章 知乎者也跟他看 脑子都大了 周元璋 他这个权力 什么事都为他干嘛 所以他自己哀叹 他说这个 百辽未起 朕先起 百辽已睡 朕未睡 不如江南 富足翁 日高三挡 游拥背 你看周元璋就这水平 打游师水平 是吧 所以他太忙 忙不过来 怎么办 找点秘书 帮他干吧 找了一帮秘书来办 这个 这个 他这个秘书班子 后来就形成了 明朝的和清朝的 什么制度呢 就内阁制度 设立了这个 内阁制度 那他就这个 这后来 明清两朝的内阁制度 就跟这个 有密切的 关系 内阁制度 这个内阁制度呢 咱们这个 两本书都这个 讲了这个内阁制度 都讲了内阁制度 这里边呢 特别是 这里边这个 人教版的这个书呢 他讲的比较清楚 说这个 朱元璋啊 他设置了 电阁大学士 帮他处理这个 政务 但是一开始 这个电阁大学士的 品级是很低的 这六七品 都是从这个 汉林院里边 找着汉林学士 帮他处理 实际上就相当于 皇帝的什么呢 这个秘书 相当于皇帝的秘书 所以他们来处理这个 呃 政务 但是呢 你这个电阁大学士 是不能 不能举 没有决定权的 是吧 他们只有建议权 只有建议权 所以呢 这个 这部分 这个 因为他们是在宫内的 文元阁 值班 啊 所以这个 这个就被称为内阁 呃 被称为内阁 到了后来呢 内阁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 因为这个明朝皇帝啊 是 就是那个 怎么说呢 就是一共明朝是276年 皇帝完全不上朝 大臣一眼皇上都看不见的 是121年 是吧 就明朝皇帝 他不上朝嘛 他不处理国事 是吧 这个明武宗 正德皇帝 是吧 在位11年 就不怎么在宫里待的 是吧 就不在宫里待的 就整天出去玩 是吧 玩打仗 然后调戏妇女 整天干这吧 是吧 然后还被人家公安局逮得 给送派出所的 还说皇上还干这事 是吧 明武宗是干这的 明世宗 嘉庆皇帝 炼丹 是吧 炼丹 平时见大臣 他也穿着道袍 见大臣 是吧 炼丹 你跟他叫陛下 他不高兴 你跟他叫真人 他比较高兴 是吧 整天炼丹 然后吃了仙丹之后 拱中毒 成仙了 是吧 成仙 是吧 明世宗干这了 是吧 然后这个 明神宗万历皇帝 在位四十多年 是吧 不理朝政 而且一辈子就离开过故宫一回 离开过紫禁城一回 他真呆得住 跟屋里呆着 干嘛 数钱 是吧 还数钱 他住的那个房子后 挖一大坑 挖一大坑 埋上三百万两个银子 每天晚上 太太掺上他去看看 我这银子还在吗 你看 哎呀 在 是吧 他还在位四十多年 他在位四十八年 你想想 是吧 那个炼丹那皇帝 在位四十五年 是吧 农西宗天启皇帝 是一个杰出的木像 是吧 整天做木匠活 是吧 整天做木匠活 古一辅神功 他那木匠活做的 是吧 这个 打一个那个什么 屏风 自作为屏风 是吧 自作为屏风 他告诉太太太 却拿钱的万 给我卖了去 一万两个银子 一万两银子不还价 一个小时探紧 把银票给拿回来了 是吧 没人知道这是皇上做的 是吧 没人知道这是皇上做的 就说明这皇上的手艺怎么样 太棒了 难养他整天的琢磨木匠 他有工作琢磨朝政吗 是吧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朝政 这明朝皇帝都不理朝政 一个赛的一个魂 是吧 一个赛的一个魂 而且明朝皇帝还都短命 活过四十的都不多 是吧 活过六十算高瘦了 最能活的就是朱元璋 是吧 能活过朱元璋的 是吧 一波不是一波 是吧 所以他的皇上不理朝政 那怎么办 那这个 这个 大臣 就是说这个内阁的地位 就怎么越来就越 高了 越来越高了 是吧 因为他那朝政 总得有人处理啊 就越来越高 六部就变成了内阁的 下属 原来上书是一品啊 二品一品 你这殿阁大学 是才六七品 到后来呢 是由上书来担任的 内阁大学是 大学是管部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等于他们的这个 这个地位就完全怎么样 颠倒过来了 所以这个殿阁大学是 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 丞相 但是他不叫丞相 是吧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 殿阁大学是的话 也被尊称为这个 相国 是吧 也被尊称为相国 但是这个 就是他 有丞相之实 而无丞相之名 可是呢 最有意思的一点 是在哪呢 这个殿阁大学是 始终不是一个正式机构 是吧 丞相可是正式机构 对吧 丞相有自己的府邸 有自己的辽蜀 是吧 在这个汉朝的时候啊 丞相的下属 叫十三曹 比皇帝的下属 这些上书们地位还高 十三曹的长官都是千代 治千代 上书治六百代 是吧 等于这个皇帝的这个蜀官 是皇帝自己发工资 十三曹是国家给发工资 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 那是国家发工资 但是在明清两朝 内阁是在宫里 对吧 那宫里应该是什么人 皇帝 皇帝的家人 伺候皇帝家人的人 对吧 那你说这内阁是皇帝吗 他不是 他是皇帝家人吗 他不是 那他就伺候皇帝家人的人 那不跟公警太监的地位一样了吗 对吧 等于就这么一回事了 再加上明考 皇官专权 是吧 皇官专权 是吧 皇帝不理朝政 所以这个 这个大臣呢 这个 就是说这个 这个奏上来的事 是内阁先看 内阁先看完了 内阁写一个 意见 叫票你 是吧 然后递上去由皇帝拿朱笔 签署意见 叫批红 是吧 现在这批红权就被谁给掌握了 太监给掌握了 你想想 所以为什么他皇官专权很厉害 是吧 皇帝不理朝政吗 大权旁落 皇上玩得开心 是吧 大权旁落 是吧 所以清朝就吸取了明朝的教训 是吧 清朝吸取了明朝教训 清朝就认为这个绝不能大权旁落 必须得皇帝一个人说了算 于是清朝就设立了什么呢 军机处 这个机构 设立了军机处 军机处 在这个清朝啊 他一开始也是仿照这个明朝设立内阁六部 设立内阁六部 但是他这个内阁的大学士到后来基本就是一个虚弦了 清朝的这个内阁大学士啊 他是三殿三阁 三殿三殿 三殿是宝和殿 宝和殿 文华殿 五英殿 宝和殿 文华殿和五英殿 这个宝和殿 大家知道 太和中和啊 宝和 宝和 文华五英殿呢 现在没有修复好 那就是不对外开放 不对外开放 三阁 是文渊阁 体人阁 东阁 设立这么 三殿三阁 三个这个大学士 三殿三阁 大学士都是正一品 是这个最高级了 正一品 全是正一品 但是呢 顺序 是这么一个顺序 如果你入阁 你入阁 先从东阁大学士 干起 然后晋升体人阁 文渊阁 五英殿 文华殿 宝和殿 是吧 宝和殿大学士 一般很少有授与 汉人的 而且嘉庆皇帝以后 基本上就不再授了 就是满人也没有几个担任 就四个是几个 没有几个 是吧 然后汉人一般最高 就做到五英殿大学士 你像曾国藩 就是五英殿大学士 是吧 然后李鸿章是破例 做到了文华殿大学士 他是这个 汉朝 这个这个 清朝汉人当中 唯一的 是吧 大学士 如果要管部的话 要管部 那比如说 文华殿大学士 吏部上书 他管部 他在部里 坐在正中央 所以一般大学士 都被尊为 中堂 是吧 你看电视剧里边 反正是什么 和珅和中堂 是吧 他为什么 和珅 为什么叫和中堂 他肯定是大学士 我忘了他哪边 大学士了 他是户部上书 所以大学士 管部 所以他就叫中堂 他坐正中间 真正的上书 得坐他 边上 坐边 他坐中间 那个坐底 是吧 所以这个 三殿三格 这个三殿三格 大学士 到了清朝 就是一种荣誉 头衔了 虽然正一品 地位很高 是吧 地位很高 但是没什么实际用 真正有用的 你是殿格大学士 也好 你是上书 也好 你是什么玩意儿 也好 你得入职军机处 你才真正 有用 是吧 你得入军机处 军机处在哪 这更能说明问题 你更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什么机构 军机处在哪 这更能说明问题 故宫啊 紫禁城的格局 是前朝后寝 前边是办公区 后边是什么 寝宫 所以你看前边比较疏扩 它的建筑比较少 是吧 比较疏扩 以这个前清门广场为分界线 它这前朝基本上就是三大殿 三大殿 然后这儿有两组 文华 五英 两组殿 然后太和 中和 宝和 三大殿 是吧 基本上就是五大组建筑 比较疏扩 光这个太和门 太和殿跟太和门之间的广场 就三万多平方米 举行朝会啊 什么的 用那个广场 是吧 那会儿什么 那个八国联军 五阅兵 不就在太和殿广场 是吧 然后抗日战争 四五年胜利 北平什么 日本投降仪式 也都搁在这儿 是吧 就是这个地方太大了 那会儿天安门没有啊 天安门广场没有啊 所以干什么事 都在这个广场 三万多平方米 皇帝位 什么都在这儿 后边是寝宫 是皇帝的生活区 寝宫 后边也是三大殿 是吧 前清宫 焦太殿 昆宁宫 昆宁宫是皇后的寝宫 后边是玉花园 是吧 玉花园 然后这两边叫东西六宫 对吧 东西六宫 那么皇帝在雍正以后啊 就住在这儿 养心殿 皇帝平时接见陈宫 也是在这儿 是吧 养心殿 那么这个军机处 设在哪儿呢 龙宗门内 几乎就跟那个养心殿 就怎么样啊 对着 是吧 对着 这个军机处 今天有的就是几间小平房 是吧 原来是差一点是 据说改成公公厕所啊 是吧 那跟太监植儒一样啊 您有什么必要保留啊 说呀不行 这这这 这么好的机构 这清朝最高国家机构 你别改成公公厕所啊 于是好像是啤酒饮料 浇浇电池 就这个 然后留了那么几间房 军机处就职 这几间小平房 跟太监的植儒是一样的 是吧 哎 跟皇帝的寝宫距离是五十米 距离是五十米 一到晚上 这皇宫就要落索了 那这个 这个 一落索 皇子 住在这个 北吴索 那北吴索 不能进入皇帝的寝宫 对吧 就是不能进这个皇帝的寝宫 那是住在北吴索 因为如果皇子如果没有封爵的话 没有封王 没有剑斧的话 都住在皇宫里边 但是要住成年皇子 住在北吴索 小孩 小孩可以跟那个母亲住在一起 是吧 成年都住在北吴索 宫里只有五个男人 剩下就是女人和不男不女的 只有五个男的 是吧 皇上 军机处里两个军机张经 就是值班的 这四品军机张经 就是这个 相当于参谋 干事之类的 秘书 值班 然后两个太医 两个太医 值班 是吧 那么就是说 你是这个军机大臣啊 尤其这个领班军机大臣 一般都得是大学士 上书 甚至这个有的是 由亲王担任 亲王担任 所以这个地位非常高 可是呢 军机处也不是国家法定机构 不是国家法定机构 大清会典上都不见记载 不见记载 但是二百年 他确实是清朝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你说军机大臣相当于宰相吗 是吧 皇上的秘书 跪受笔录 跪在那把皇上说的东西 接下来 我给传出去 就是这个圣旨 所以一般来讲啊 皇帝的圣旨 在真正的这个中国古代历史啊 皇帝很少用那种奉天承运 皇帝赵约这种圣旨 这种圣旨太隆重了 太隆重了 一般就是上誉 奉旨如何如何 这就是军机处给往外发这个 发这种东西 所以他这个 他变成了实际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但是呢 军机处的这个地位 延到什么程度 延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外人啊 不奉圣旨 善入军机 就叫斩首啊 叫斩首啊 这个清朝末年 商量这个官制改革 商量官制改革 当时呢 就把胡广总督张之栋 招进北京 大家听说过这个人吧 张之栋 在1908年 几年把他招进北京 到军机处 商量这件事 结果张之栋 走到军机处的台阶下边 就再也不肯上一步了 那几个军机大臣 召集叫他 老张 来 咱干什么事 你跟他站着不动啊 来来来 结果张之栋 说什么也不肯再往前走一步 这些大臣才恍然想起来 当年世宗 雍正皇帝 曾经立下这个规矩 是吧 你外人不奉圣旨 赶入军机处 那叫杀头 所以老张他敢来 他来杀了 这帮人整天劲 他就觉得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 所以他这个军机处的 这个法度森严 但是他不是国家的正式机构 所以你可见上这个 这个清朝的这个皇权专制 达到这种 顶峰 达到顶峰 一直到1911年嘛 这个军机处才被废掉 那等于就是说你入军机 可以掌实权 可是这个军机 它不是一个正式的机构 明朝的内阁 还在这两边嘛 这个还在外庭 清朝的军机处就在这个 几乎就在内庭了 几乎就在内庭了 所以你可想而知啊 这个这个 就是这个中国古代的这种 这个项权越来越 越往下 是吧 皇权越来越 越尊 皇权越来越尊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就是他的这个 政治制度 另外大家 你看那个什么电视剧啊 什么这些东西 你也看得出来 在这个明朝啊 在清朝啊 大家看这个在清朝的时候 这个大臣建皇帝自称什么 汉人称臣 齐人称什么 奴才 对吧 那君臣关系就变成了什么呀 主奴关系 对吧 你看那个那个什么和珅 纪小兰那里边 纪小兰称臣 然后和珅 奴才和珅 怎么怎么着 对吧 所以到乾隆爷在位的时候 乾隆爷想让汉人也称奴才 汉人不干 不干 反对声很大 皇上也听取民意了 那就算了吧 但是皇上恨恨作罢 而且下来到圣旨 那意思就是说 你们虽然称臣 实际上也是奴才 别给点不要 实际上就这么个意思 知道自然吃几碗干饭 别给点不要 他实际上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你可想而知 另外就是说 在设立了军机处之后 在明清两朝 在明清两朝 怎么样来进行 选拔官员 这个大家可能听说过 大家初中也应该讲过 就是著名的什么呀 八股取士 就是著名的八股取士 通过这种办法 来这个选拔官员 所以咱们说 咱本身讲 说这个考试制度是没有错的 就跟我们说 这高考没有错 你说不考试怎么办 那你不考试 怎么选拔人才 考试没错 关键是考什么 是比较成问题的 就他这个八股取士 是比较成问题的 八股取士是比较成问题的 你像咱们 就是我那年啊 我们去这个法国 跟那个法国的同行交流 就问那个法国的老师 就是他通过翻译就问 就说你们法国有没有中考 有没有相当于我们中国的这种中考 然后法国说有 后来我们就说这个 这个中考你们考什么呀 你们中考考什么 法国人说考法语 法语就相当于我们的语文嘛 对吧 法语 科学 树立化 生物 科学 一门 咱们叫科学 历史和地理 法语 语文 历史 地理 我说要不你们法国落后呢 国民生产总值被我们中国超过了呢 你们只考副科 你们不考主科 对吧 你瞧我们中国考什么 数理化 英语 对吧 你瞧你 对吧 历史 地理 对吧 语文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 这是用不着学们的东西 对吧 所以你们法国你们超过了 他翻译不肯给我翻译 对吧 他不肯给我翻译 你法国人太没劲了 你考那玩 对吧 其实你说 这个咱这话 当然哪说哪了 因为咱都是学文的 是吧 你说这个数理化东西 这回这个政协委员 好多政协委员就说嘛 理科生也得学历史 你学了历史 最起码跟人聊天都有用 对吧 说你那数学到高中 你到个大学你全忘了 为什么你用不着 谁没事整天买东西开方 对吧 我列一方程 我算了这东西 对吧 我列一方程 用着你算吗 银行给你算 对吧 你算完了跟银行数不对 听谁的 你说这个 对吧 房贷 我自本算半天 开方 四次方 八次方程 你一算 我应该还五万 银行说十五万 听谁的 你算管什么用啊 你那什么化学 什么物理 你上了 你就是为了考试 说实在了 就是为了考试 现在不是政协委员都说吗 还是应该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 你最近妈跟人聊天有用吧 公宝鸡丁 哪个公宝发明的 你得知道这个吧 哪个公宝发明的 你说你知道你吃的是鸡的哪个部位 我噁心 你知道这油的分子室 我知道他干嘛 我知道他干嘛 所以 就是考试本身 咱们讲他没错 你关键就看是 考什么 关键是看考什么 所以你这个科举制度本身没错 你关键 科举制度 你以前就是考什么呀 考实务啊 实务册 你对国家大政方针 你怎么看 实务册 文天强动壮 就是这写的好啊 所以他触怒奸贼嘛 到了明朝 不行了 哪里考这个玩意 你不知道皇上不认字 对吧 皇上他不认识多少字 所以皇上怎么来控制你呢 这太容易了 怎么来控制你呢 我会什么 我考你什么 明白这意思吗 我会什么 我考你 所以咱们中国的考试 为什么要考英语啊 就是我会什么 我就考你什么 我怎么能证明你是历史学教授 我又不懂历史 我怎么能证明你够不够历史学教授的水平啊 我看你英语怎么样 对吧 在这我会啊 是吧 我不知道 我又不是学历史的 是吧 我是学理科的 我怎么知道你历史教授怎么样 是吧 我学中文的 我怎么知道你物理学教授水平怎么样 我考外语 考外语 所以中国现在 但你看网上什么的 尤其网上 包括那个什么法治网报 报纸啊 都说嘛 是一个英语教育过度化的国家 太过度了 是吧 在大国当中 你别算印度啊 那像香港啊 原来殖民地不算 就这种大国当中是唯一一个外语超过母语的这个国家 外语教育超过母语 对吧 你们你们如果是呃 理科生在大学是不学中文的 对吧 是没有语文的 但是一定要有什么呀 英语 英语不过四六级的话 好像现在不过四级是拿不着毕业证书的 对吧 所以中国的这是2008全民说英语 你见不见啊 对吧 他到咱中国来 他应该学 他应该说汉语 对吧 你跟什么全民说英语 你见不见 对吧 所以你这个没办法 来我就拿这个来考你 我就会英语 我用英语考你 你历史学教授我也得拿英语考你 对吧 我们觉得历史学应该考古汉语吧 不 那考英语 那考英语 对吧 然后这个 在明考 在明考 皇上拿什么考你啊 八股 八股考什么呀 四书五经 就这九本书 大学中英论语梦子 诗书李春秋 多了不考 就这九本 对吧 咱们说 有人说 半部论语治天下呀 是吧 是 大学中庸 论语梦子 诗书李义春秋 字字诸语 这个句句诸语 字字诸姬 但问题是 他能把天地万物宇宙 这九本书就全说遍了 是吧 而且咱中国人一般一说的都是那种 怎么做人啊 修身啊 处事啊 是吧 这大道理 怎么做一副麻子 谁能做什么这事 干嘛 是吧 哎 整天就十年寒窗啊 你就读 读这九本书吧 是吧 你就读 读完那书之后 开始考 考的时候怎么着呢 哎 带圣贤立言 你不能有个人见解 是吧 你不能有个人见解 带圣贤立言 是吧 个人见解是不能有的 你不能够发挥 你的这个 这个观点 必须跟四书五经 而且是以朱熙的注释为准 必须以这个为准 来来来讲 文章都是八股 这个成题破题 起讲入手 是吧 然后什么这个 呃 起骨 中骨 什么 或者竖骨 反正累 具体我也记不清了 一共是八股 文章都得写成这样 是吧 要排比 对偶 一时一须 这样 两两对账 得这么写 文章全得这么写 写出来之后 这样的文章 八股 拜圣贤立言 同样四书五经 一律都八股 谁比谁 强多少 所以你说我考中没考中 可能主要看你们家祖坟的风水怎么样 对吧 可能主要看这个 对吧 你这样的话 我考上了 我敢不听皇上了吗 我不听皇上 我这些年的功夫是怎么样 白费了吗 对吧 这个到最高一级的考试啊 可能他越往高了 可能越严肃 他那考试是很多级啊 对吧 你先得考中秀才 然后考举人 举人考共识 共识考近识 你得考这么多级呢 对吧 这个大家可能知道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 连仲三元 对吧 没开二路 连仲三元 连仲三元 干嘛不是四元 呃 状元 慧元 谢元 三元 举人的第一名叫谢元 这个就是这个 共识的第一名叫慧元 近识的第一名叫状元 你连仲三元 就是你这仨都考上了 这个中国历史上 都考中的只有这个 明朝的商客 那他一人连仲三元 哪那么巧都是你啊 哪那么巧都是你啊 对吧 所以这个 哎 你要不然的话 这些年功夫 你就全都白费了 你越要底下那种考试啊 越不认真啊 那有的那个考官的话 他就瞎糊呢 是吧 他看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试卷 他懒得给你盼 他到后边 清朝腐败 懒得给你看 哪都看 看都一样 有什么可看呢 怎么办呢 扔 看谁那卷飘最远 啊 我一扔 哎呦 这张最远 第一名 是吧 第一名 谢元诞生了 是吧 你说你十年寒窗啊 哎呀 我就是那天 那个墨浓了点 那卷都沉 一扔 得 三年以后再来吧 是吧 有的负责任 就是考官看字 像我这字 肯定没戏 你看字 那字 得写成什么样 有戏 写得跟今天电脑里 打印出来 是吧 管格体 写得跟那个 打印 公子仁老考不上 就是他不会写这个管格体 康有为老考不上 他也是不会写管格体 是吧 所以康胜仁出了名之后 到处给人提字 你不是说字次吗 到处给你提 对吧 到处给你提 是吧 跟着跟着跟着 哎 他就不会写这个管格体 所以他到三十多岁 都没考中举人 后来他怎么考中的呢 不是 那考官把他卷子一扔啊 每回一看 什么乱动 你这字一考 扔了 扔了之后 考官就出去上厕所去了 正好考官一出去 给仆人进来打扫屋子 看那地上有张纸 有张卷子 仆人不明白 这怎么回事 捡起来 割桌 拿镇纸押好 仆人出去了 考官回来 俩人没打着照面 考官说 哎 这卷子我扔了 这怎么回事 天意啊 我看 是吧 天意 你看 好文章啊 这人还不中举 是吧 所以康举人的公平 考官一泡泡泡泡泡泡来 是吧 跟这仆人俩人 俩人没照上面 怎么就那么寸 是吧 两人照上面 考官就急了 这破卷子都扔了 你捡什么你捡 那又没戏了 是吧 又没戏了 所以你想 所以说到 比如说这科举制度 它没有错 咱不说 没有错 到后来 它为什么越来越阻碍 人才的发展 就你考什么 对吧 你八股取士 你考什么 成问题 能明白那意思吗 成问题 到此为止 我们用了几乎两节课的时间 那我们把中国古代的 政治制度这个专题 也串讲了一遍 这个专题 重要到无法用语言形容 是吧 它是非常重要的 那内容 是吧 就这个是这个 我们讲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就是因为是 现在的高考 就是这个中国 在中国古代史里 这就是一个重点 所以以后的高考 它还会是一个重点 还会是一个重点 就是 08年 它还会是一个重点 就是0010年 那它还应该是重点 那这个问题 我们就先告一段落 然后呢 我们就准备讲 那个专题 就是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 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这 这 这蹦的这玩意是 这是那个什么点 蹦的快了一点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 这个确立与发展 这个内容呢 就是得一个一个一个的讲了 一个一个的讲了 大家带着书没有啊 没有 谁都没带 都没带书是吗 书还是最好能带来 人家把书记帮都背了 是吗 那太好了 书最好还是能带来 还是能带来 那 这个内容呢 咱们就是 简单的捋一下 简单的捋一下 这个 中国呀 跟西方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 是吧 当然咱们说这个话吧 可能就是 有的人就不爱听了 是吧 可能这个 有的人就不干了 为什么呢 中国的文化 从根上就强调人与人的不平等 西方是强调人与人平等 是吧 中国为什么从根上强调人与人不平等 是跟我所有的文化思想制度的产生 都是跟他的经济水平相适应的 中国是什么经济啊 古代 叫农业 对吧 农耕文明 对吧 农耕文明最起码的一点 最起码的一点 你的生产经验是从哪来的 土地 不是 你的生产经验 你怎么知道这种地该什么时候播种 什么时候 该施多少肥 该洒多少种 你怎么知道的 积累 习惯 时间的 就是你 就是你到种的时候 谁告诉你应该这么种 上面 对吧 你爸爸告诉你这这么种 你爸爸又是谁告诉的呢 你爷爷 他爸爸你爷爷 对吧 所以这个农业文明 你的生产经验是从上往下的 传承的 要求你必须 俩字 服从 对吧 你小子不这么干 你试试 祖祖辈辈 这么种地 你不这么种 你不这么种 你试试 你种得出来吧 你服从 所以中国人就习惯了怎么办 服从 另外有人讲 农业最重要的一个事 就是灌溉嘛 你没有灌溉 你怎么怎么怎么农业 你要灌溉 所以你要灌溉的话 水力是最重要的 而新修水力 在古代上 动用大量的什么呀 人力 那就强调 必须得有一个权威服从 所以大禹 为什么能建立夏王朝 治水吗 治水吗 27万人都听他的 那他不是国王 他是谁 他建立一些爱 所以中华文明 起源于大陆 农业为主 这种文明结构 中国人得服从 所以孔夫子 讲就是要守礼 君有君的礼 臣有 臣的礼 那就是 其实就是不平等 对吧 西方文明起源于什么 起源于什么 古希腊古罗吧 文明起源于什么 城邦就小岛 岛上产点葡萄 产点吃吗 我得干嘛 交换 交换就强调 人与人干嘛 平等 对吧 我三瓶不到就换 你一瓶干脑油 凭什么呀 两瓶不到就换一个 对吧 你不换我拉倒 这瓶大事是怎么样 是平等的 交换是平等的 对吧 你不平等怎么换 我说什么件 哪是哪样的 那是买卖 就双方讨论 那是平等的 而且你得讲信用 你不想信用 下海又又怎么样 不跟你做买卖了 对吧 我就不跟你做买卖了 对不对 他就这样 所以西方 他那种人人平等的观念 他是跟他那种经济结构相 适应的 他由上帝面前 人人平等 后来就发展到了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对吧 他没有像中国这种绝对的君主专制 为什么 他是风邦建国 相当于在中国什么时候 西州 先秦 风邦建国 法国国王在巴黎 是吧 然后普罗旺斯伯爵 诺曼底公爵 是吧 然后这个香槟伯爵 这帮人可能都比国王的权力怎么样 大呀 都比 对 都比国王的权力大 所以他没有咱中国这种绝对君主专制 国王不过是天下共主 在国王之上 凌驾在他之上 还有一个什么 教皇 对吧 还有一个教皇 因为你人人都是基督徒 你人人都是基督徒的话 那么这个宗教的教宗 那就是老大嘛 那就是老大嘛 所以欧洲王权 他本身不强 加强王权的努力 就遭到了这些贵族啊 的反抗 那所以咱们就讲出了英国 那英国 他为什么能够确立起这个君主立宪制度 那英国 他为什么能够确立起君主立宪制度 是吧 他是因为 有这么几个原因嘛 其实咱们按照这个教材讲的内容 按照教材 这个讲的内容 咱简单说一下 这个 这个呢 还是他这个 就是越路版的 讲的比较详细 越路版讲的比较详细 先是出现了一个大宪章 英国的这个君主立宪的这个过程 他先是出现了一个大宪章 因为这个英国他不是绝对的君主专制嘛 不是绝对的君主专制嘛 这个在当时啊 英国的这个国王叫约翰 这哥们据说比较英勇 所以他连年对外战争 他不幸的是每次碰到对手都比他更英勇 所以他几乎使得英国的全部海外领地都丢掉了 所以这个约翰的外号叫吴帝王约翰 是吧 师帝王约翰 是吧 而他打仗 他叫征收什么呀 赋税 对吧 你你你打仗 你你打仗就是打钱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就是打钱 他叫征收赋税 他叫跟这些贵族们征收赋税 这贵族们就不干了 所以贵族们就冲进皇宫 逼迫这个约翰 签署了这个大宪章 这个大宪章就是今天英国宪法的前身 英国没有成文的宪法 他的这个宪法是七百年来习惯法的总和 最早就可以追溯到这个大宪章 自由大宪章 七百年来习惯法总和 你说这个英国宪法 你这个政府怎么运作 他是七百年来这些法律的总和 但是他没有一个就是成文的就叫宪法 他没有 最早就可以追溯到什么呢 大宪章 大宪章规定什么 就是你不经过这些贵族的同意 国王不能随意干嘛 征税 你不经过这些贵族的同意 国王不能征税 所以你这大宪章这么一搞 国王不能随意征税 你没钱了 您那个养官养兵就怎么样啊 就不行了吧 那就不行了 所以这大宪章搞了之后 为了那我靠什么来推动这个大宪章的实施 什么机构能够监督 能够落实这个大宪章 英国就成立了议会 英语叫Parlament 你看那会咱中国最早的那个出国的那些人 清朝都出国那天到英国访问 说英国英国人不听国王 听派里门的 这派里门是个谁啊 国会 议会 英国叫议会 Parlament 美国叫国会 Congress 他用的这个英文词是不一样 Parlament 议会 议会分成上下两院 上一院都是些大贵族 今天也是 贵族 戴着假发 都是那么一帮人 贵族 他们实际上不起什么实际作用 下一院 就是那些个小贵族 骑士 骑士 后来就成市民的代表 市民代表 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了 资产阶级 这个议会 关键是能限制国王的什么权 限制国王 跟咱们讲的什么 限制国王干嘛 征税 他关键是能够限制国王征税 是吧 他限制国王征税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说在这个英国就形成那个悠久的传统啊 限制国王征税 但是问题是啊 这里边还有一个大家要注意的 这里边我们说的英国 这个时候 到这儿为止 我们说的英国指的是谁 指的是哪 英格兰 对吧 不是苏格兰 也不包括爱尔兰 对吧 他就是英格兰和威尔士 十一世纪 威尔士就被跟英格兰就合并了 原来说英伦三岛 苏格兰 英格兰和威尔士 是吧 然后还后来还包括爱尔兰 那但是今天爱尔兰南部独立的就北爱尔兰 对吧 所以他这个大布列典岛就这三部分吧 那威尔士跟英格兰 那很早 那很早就就合并了 那就合并了 然后这个 英国在这个议会限制王权 不经过议会同意 国王是不能征税的 然后这个传统就一直绵延绵延绵延下来 到了后来英国的都夺王朝时期 这个国会资本主义得到很大的发展 国会里边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权力越来越大 然后都夺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 伊丽莎白一世 英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是两个女人统治 伊丽莎白一世和韦多利亚女王统治 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是英国历史上最强大的 这个就开始走上强大 那韦多利亚时代是最强大的 日不落帝国了 伊丽莎白一世他是终身未婚吗 没有孩子 所以他一死 都夺王朝绝四 欧洲历史上的改朝换代 跟咱中国不一样 中国的改朝换代一般都伴随着战争 怎么着弄个宫廷政变 所以中国历史上多少个王朝 帝王多少个姓 李唐 赵颂 朱明 欧洲不行 他就是那几个家族在进行统治 他这几个家族是非常神圣的家族 可能就是上帝自服过的家族 他只能是这几个家族统治 如果这个家族一绝四 这个王朝就怎么样 灭亡了 就要去找跟他这个家族血缘最近的 有权力继承王位的 甭管他是哪国人 能明白这个 甭管他是哪国人 他是这么来 甭管他是哪国人 所以这个伊丽莎白一世一死 都夺王朝绝四 都夺王朝绝四 这个因为基督徒 天主教徒是一夫一妻 是吧 一夫一妻 所以他的这个 如果这俩人生出孩子 白人繁殖能力又不是那么很强 生出孩子 那么这王朝就绝四 可能国王有有恩多个私生子 但是私生子是没有权力 没有继承权的 是吧 没有继承权的 所以这个 伊丽莎白一世一死 由他唐姐的儿子 苏格兰的国王詹姆斯六世 来继承英格兰的王位 苏格兰跟英格兰才开始合并 但他实际上当时还是两个国家 只不过两个国家一个国王 这个英国就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 结果这个斯图亚特王朝 他是从落后地区来到英格兰 苏格兰比英格兰要落后 他那没有议会什么的 所以这个他 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 就看不起这议会什么 我国王想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我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 君权神兽 听你们这帮人的不干 于是 这个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 咱们书上可能没提到这名字 也提了吧 斯图亚特王朝专制 就引发了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引发了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在资产阶级革命当中 这个国王查理一世 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那是在1649年 中国历史 这个世界历史上 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经过审判后被处死的帝王 这个听到不起的 这个国王被审判 砍了脑袋了 在此之前五年 中国也死了一个皇帝 就是崇祯皇帝 对吧 那是因为什么呀 这个就是闯贼进京 这个国王皇上在眉山自义训国 当然这个 就是又上演了 这个就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那一幕 改朝换代 然后满清物观 咱们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建立 人进那儿 国王已经被干掉了 国王已经被干掉了 这个引发了革命 国王被处死了 国王被处死之后 呃 由于这个统治 这个说这个国王一被处死啊 结果他这个 这个革命的领导人实行独裁统治 后来的国家就乱了 国家一乱 克罗威尔独裁 克罗威尔一死 国家一乱 这个有人认为 这个 还不如把国王请回来呢 旧秩序也比 没秩序强 对吧 咱们说这个 呃 这个大街上红绿灯太多 我开车太慢 咱们取消红绿灯 那车还能开吗 那是碰碰车 对吧 那是碰碰车 所以 这个革命之后 王朝复辟了 啊 王朝复辟了 王朝复辟 啊 王朝复辟之后啊 就是说 当时不是查理一世被剁了脑袋了吗 他儿子不是跑到法国去了吗 所以这个 这帮 这帮贵族们啊 就把他儿子请回来了 这就是查理二世 但是他们跟查理二世说 啊 说您回来做国王 我们同意 呃 我们有条件 就是这个 当年革命的事 咱就怎么着啊 一笔勾销 反正就算了 是吧 你不能那个反攻倒算 是吧 你不能反攻倒算 是吧 你这反攻倒算的话 我们可不干 就说你比如说 你的那些财产啊 什么的被分了 这你不能要回来 当初审了你爸爸的人 你不能那个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 你不能加害 是吧 这个查理二世为回国吗 随便 没关系 我肯定不会这么干的 是吧 你甭说你 你甭说分了我们家财产了 你把我爸爸分了都没关系 是吧 结果等他一回来 可就 满不是那么回事了 是吧 大搞这个反攻倒算 是吧 所以这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啊 后悔了 肠子都清了 是吧 我们怎么弄这么个东西回来 是吧 然后好不容易熬到这查理二世驾崩 是吧 查理二世一死 他的这个弟弟詹姆斯二世继位 比他哥还坏 是吧 比他哥还坏 不光是说这个反攻倒算的问题了 那他这个 这个咱们没讲 他要改变英国的这个国教 改变英国的宗教信仰 是吧 对 由新教恢复到天主教 哇 那样一来的话 麻烦大了 那怎么干嘛 那就是说 连这个革命的 连连这个改革的 这个这个宗教改革的成果 就都完了 那都完了 于是 为了反对这一点 就爆发了光荣革命 爆发了光荣革命 这次光荣革命 就是为什么叫光荣革命 就是没流血 就是说这个冤家义解不义解不义解 是吧 这国王他也是人嘛 是吧 所以就没没没 这回不再是砍国王脑袋了 是吧 光荣革命就没有流血 把这个国王的女儿和女婿 从这个荷兰请来 让他们俩执政 国王就跑到法国去流亡 那这件事叫做这个 Glorious Revolution 就是这个光荣革命 没有流血 英国人很自豪嘛 那没有流血 那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之后 为了避免再出现国王专制 所以怎么办呢 就搞了这么一个叫做 权力法案 搞这么一个叫权力法案 这个权力法案 权力法案 是怎么回事 那他这个 咱们都讲过这个 是吧 所以这个 咱们就不多说了 那就是他这个 权力法案 实际上就是用 什么来限制王权 权力法案 实际上就是用这个 法律来限制王权 对吧 限制王权 就是不经过议会同意 国王不能征税 不经过议会同意 国王不得维持常备军 不经过议会同意 这个议会必须定期交开 国王无权废止法律 国王不能废止法律 国王不能征税 国王不能维持常备军 国王没权 没钱 没兵 国王就能光杆了 是吧 但是国王当时有没有权力还 还有 对吧 不经过议会同意 你不能干什么 要经过议会同意呢 你是可以干什么的 所以当时的这种君主立宪 叫做二元君主立宪 二元君主立宪 二元的意思就是国家有两个权力 核心 一个是国王 一个是议会 二元君主立宪 二元君主立宪 这种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没有了 最典型的是这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德国 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 还有这二战以前的日本 就是他虽然也是君主立宪 有宪法 但是皇权仍然是怎么样 很大的 应该仍然是很大的 二元君主立宪 然后这个 国王还是有权的 还是有权的 然后 国会搞了一个王位继承法 这个玩意特别有意思 王位的继承要通过什么了 法律 明白的意思吗 不像咱中国古代 皇上想立谁 爱卿 你看我这几个儿子 立谁比较合适 你要是那爱卿 你要聪明的话 应该怎么着 赶紧跪地也磕头 谁也对 谁都不喜欢 这是陛下家事 我管不着 你说我觉得老大不错 行了 老二老三老四老五 我恨死你 皇上也觉得你是不是跟老大结党 等死吧 地下家事 我管不着 人家可倒好 王位继承法 这不是你的家事 这是什么事 国事 王位继承法 好 威廉和玛丽 就詹姆斯二世的女儿女婿 威廉玛丽 执政 威廉先做 威廉三世 然后驾崩 他媳妇接班 继位 玛丽二世 玛丽二世 来人没孩子 玛丽家妹妹 安妮女王 接班 据说安妮女王 又矮又胖 脾气还不好 一辈子没嫁出去 你说这英国人都逗了 女王 你管她长什么 不管她是女王 你娶她之后 弄死你不就是国王了吗 结果不行 一辈子没嫁出去 所以安妮女王一死 斯托亚特王朝 绝世 对吧 绝世 绝世没有后代了吗 找吧 谁跟他血缘最近 啪一找 德国汉诺威选侯乔治 54了 乔治 跟他们的血缘最近 有资格继承英国的王位 咱中国人觉得匪夷所思 中国人死绝了 日本人来当皇上 他那就是 必须得跟他这家族有关的 所以德国的汉诺威选侯乔治 来到英国 担任英国国王 他不会说英语 他来到英国做国王 你想他能出席 书密院什么 议会 他出席吗 我去干嘛去 我一句也听不懂 是吧 我去干嘛去 所以等于这个国王就把自己的权力就给怎么样了 放弃了 到他儿子乔治二世 这个人应该是长在英国吧 我估计 可是你看乔治一世继位的时候54岁 对乔治二世当时怎么着 也得二三十了 我估计得 那会人可能结婚要早 可能二三十了 他也是在德国长大呢 他英语估计也不怎么样 而这乔治二世爱打仗 是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御驾亲征的国王 在他之后就再也没有国王上战场了 他爱打仗 所以乔治二世的时候 他基本上在国外待的时间比在国内待的时间长 他那时候竟在欧洲领兵打仗 跟路易十四争夺欧洲霸权竟打仗 乔治三世又是个神经病 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是乔治三世 乔治三世又是神经病 乔治三世1820年才死 不是巨能活 三位时间倍长 聚能活 神经病就边闲 冲锋上边闲 所以讲这仨乔治 一个不懂英语 一个爱打仗 一个神经病 等于这个国王 就把自己应该行使的权利就给怎么样 放弃了 所以那个维多利亚的时候 他想夺回来一部分权利 已经怎么样 不可能了 怎么不可能 最关键的一点 最关键的一点 怎么不可能 就是内阁制形成 人家这个内阁 跟咱中国的内阁可完全怎么样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原来的他这个内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国王召开 对吧 国王召集一些大臣啊什么的 开会商量国事 在一个小房间里秘密召开 这些人称为内阁 现在的英国国王不懂英语 爱打仗 神经病 是吧 所以他不再召集这帮人了 那就由底下的大臣来召集 由哪个大臣来召集呢 英国国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事 不是 什么都离不开什么 对 所以由财务大臣来召开 英国首相的正式执行 叫第一财务大臣 因为他有财政部长嘛 所以首相的正式执行 叫第一财务大臣 我是第一 他还是第二 那个意思 由财务大臣来召开内阁会议 那这样的话 就逐渐形成了 这个内阁有了自己的领导人 不再是国王了 而变成了谁 首相 而这个首相 president 他也不再对国王负责 而对谁负责 议会负责 他怎么产生 选举产生 对吧 由议会产生 议会多数党的党魁出任内阁 首相 等于这跟国王就完全怎么样 不搭建了 对吧 不搭建了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就咱们前面讲的那种 二元君主立宪 就过渡到了 议会君主立宪 国王就完全成了什么呀 摆上 被架空了 是吧 统而不至 就虚君了吗 是吧 国王就是完全被架空了 统而不至 国王就一点用都 没有 也不能说一点用没有 反正就是说 国家的命令都得要他签署 国会通过命令判处绞刑 国王必须得签署 同意 是吧 你必须得签署 你不能说我不签 是吧 你不同意更不行 你必须得签 这是你的职责 是吧 你得签 然后国王被签 那国会让你退位 你得签 是吧 那会儿是说 每周二下午嘛 这个国王接见手下 那每周二下午 国王接见手下 手下拿了一堆东西来 英王陛下政府 是吧 英王陛下得签那些文 国王不给人来看都不看 是吧 就签 是吧 吃了吗 签一张 吃了啥 是吧 你孩子几岁了 上学了吗 进实验班了吗 是吧 是吧 高考上一文了吗 对吧 往上就签 大表 对吧 所以这个国王就完全变成了统而不至 他们说有人问这个英国人嘛 说你们保留国王干嘛使 你们这国王能干嘛使 英国人想半天 说这个促进旅游收入 对吧 促进旅游收入 对吧 因为你 你总统哪儿没有啊 对不对 主席呢 好 全国全世界的主席有多少 总统 总统哪儿没有啊 国王 你们中国有吗 对吧 你想看国王吗 皇家卫队 换港 你想看吗 到伦敦来 住宾馆 你们得花钱 对吧 促进旅游收入 对 促进旅游收入 实际上养国王比养总统贵多了 对吧 美国总统年薪才40万嘛 克林顿的时候给涨上的 原来才20万 对吧 国王一年250万英镑 对吧 养总统便宜 养国王贵 但他能促进旅游收入吗 对吧 他还给国家挣钱呢 所以给他点吧 算算给他分红 对吧 给他点吧 这么个意思 对吧 这么个意思 所以他这个 这个英国的这个 这个他这个政体的演变 实际上你就把这些事给 记住 就完了 那给给给他记住 就到最后 落实在他的内阁制的形成 对吧 内阁制形成 就是说他的这个 其实是非常独特的 因为他没有中国这种 绝对的君主 我专制 这样形成的 好了 那今天先到这里 然后明天呢 我们继续讲 那个 这个专题 这个专题讲完之后呢 我们就 进入那个 中国的反侵略 求民主 那个专题 那个专题 好 今天